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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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你提到了三个伟人的名字 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 曾在1790年写道 对他来说 保护美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至关重要 并指出 由于北非海盗袭击我们的商船 美国的贸易受到了损害 今天的问题略有不同 但是盗窃 仍然是美国面临的 一项核心挑战 今天我们的经济局拥有200多名官员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大使馆 有1500名经济官员 所有这些人员的职责 都是确保我们继续拥有 全球最强劲和最具活力的经济 我们希望我们也能以这种方式 来帮助大家 当你们前往世界各地时 我们欢迎你们前来访问 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 在那里如何运作的见解 我们也会帮助你们 应对这些地方的监管挑战 我们的任务确实是 帮助美国公司有机会 在世界各地获得成功 并且 我们与商务部的 国际商务服务司 也有合作伙伴关系 他们也从事同样的工作 我的确希望大家 能够充分利用你们 作为美国纳税人 所提供的这种资源 我们今天的会场上 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驻尼加拉瓜大使馆 与商务部联手 与当地的合作伙伴 Flex Building Systems合作 我已与坐在后面的几位见过面 这是密歇根的一家生产 预制房产品的公司 我们很荣幸 能够与Flex合作 在多次自然灾害之后 他们都迅速提供了 价格连移的住房解决方案 并帮助在中美洲 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偏远地区 建立学校 诊所和医院 我很高兴你们 今天都在这里 这是美国国务院 与企业家一起成功解决问题 并在美国创造财富的 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项工作 经济外交也会加强 我们的国家安全 特朗普总统在其战略中提到 经济安全的确是一个 国家安全问题 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是同一词 确保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做 你们最擅长的事情 这对于创造一个 能够加强我们的安全和自由的 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经济外交也会加强 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关系 我在经营我的两家小公司时 就看到了这一点 世界各国都知道 美国经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大的经济 坦率的说 也最具创新性 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对手都希望 能有这样的经济 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它是我访问世界各地时 最重要的信誉之一 没有这一点 我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影响力 它使我们 能够激励我们的盟友 走向共同的目标 并坚守我们 对他们的承诺 在特朗普政府中 我们的团队 坚定不移地 推动经济外交 我已多次 与总统谈过这一点 首要使命 他总是提醒我 是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 并创造财富 但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在国际上 建立关系 在讨论 这一点之前 我想谈谈我们 在大约17个月的时间里 所建立的国内记录 近300万份工作 超过30万份的制造业工作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对这个伟大的城市 也很重要 还有超过30万份 新的建筑业工作 失业率是自2000年4月以来最低的 我们平均每制定一项新法规 就废除了22项旧法规 这有助于密歇根州种植樱桃的农民 和汽车制造商 以及堪萨斯州的能源生产商 坦率地说 还包括所有雇主 而减税已经让你们大家而非政府 拿到了3.2万亿美元的资金 67%的美国人 认为目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 现在的情况是 就业机会比求职者还多 我们需要继续增加就业机会 并继续创建一支 能够利用这些就业机会的劳动大军 我在底特律也听到你们谈论这里的经济回升 你们把它称为复兴和底特律的振兴 你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认为这一复兴正在美国各地出现 我们所看到的数据支持这一信念 我们认为这对企业非常重要 但对于你们所牵挂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他们今天穿着拖鞋 他们很快就会外出寻找 暑期工作或高中毕业后 在某个行业的第一份工作 他们也可能拥有大学文凭 正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寻找工作 我们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有义务为他们创造机会 我列举总统的各项成就 是因为我的日常工作都是对这些成就的补充 这些都不是国务院的举措 但我知道 我知道 如果你们没有机会在国外销售商品 并从国外购买零部件的话 则经济增长将会减缓 我们绝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背负21万亿美元的债务 我们需要巨大的经济增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我也必须告诉大家 我已看到这一点 我看到了 我在我目前的职位上看到了这一点 在我之前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 也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经济的这种活力有示范作用 会传给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 我们的模式在许多地区并未被采用 坦率地说 当今一些最成功的经济体尚未采用我们的模式 但我相信他们会这样做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因为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活力 对经济成功至关重要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避免采取这种模式 但最终这种模式带来的活力 创造力和创新 只有在像我们这样的政治环境中 才会发生 即每个人都想有成功 所必须的公平和机会 我想谈谈国务院参与其中的一些方式 首先 我们正在努力维护美国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权 如果美国政府不参与强有力的 国际经济活动 我们将会输给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但是 我们在参与中 绝不能失去我们的经济主权 正在发生的英国 脱欧以及欧盟的一些经验 告诉我们 一旦放弃经济独立 就很难恢复 它还表明 极权的经济政策 会削弱自由市场 创造财富的能力 阻碍消费者和企业 取得成功 其次 国务院有责任 确保市场开放 自我们执政以来 我们在拆除壁垒方面 取得了许多成功 但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例如 韩国已经同意允许 进口更多的美国汽车 这是长期以来 底特律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 优先考虑的事项 并正在解决我们 关于美韩贸易关系方面的 其他担忧 在阿根廷 我们已经让他们 重新开放猪肉市场 这一市场自1992年以来 就对美国的生产商关闭 总之我们确信 如果是美国产品 我们希望它进入市场 而当我们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时 我相信美国人 几乎每次都能够超越竞争对手 第三 我们正在努力吸引 对美国的外国投资 包括我的小企业在内 我们中的许多人 都依赖外国投资 作为推进 与沙特阿拉伯合作的一部分 我们正在寻求 让他们为美国 投入更多资金 在总统第一次访问期间 他从国外为美国 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新资金 当这些资金到位时 美国的私营部门 也会配合投资 第四 我们将充分利用 美国丰富的能源资源 这是一个巨大的相对优势 无庸会言 我们必须利用这一优势和开发 这一丰富的资源储备 我们现在不仅探明了这些储备 而且已决定如何 以可与世界任何地区竞争的经济价格 来进行生产 我们在北达科他州 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及许多其他州已做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 增加出口 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可以出口到欧洲 我们就会把俄罗斯甩在后面 如果我们能出口到亚洲 我们也可以同样超越中国 我们已看到能源外交 为向谢尼埃能源公司 这样的企业所带来的益处 该公司通过路易斯安那州的港口 向二十多个国家出口立方 报建天然气 增添了近一千个直接就业岗位 和超过十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 我们还向那些更愿意购买美国 而非其他国家能源产品的国家 提供技术援助 这些其他国家会让进口国形成依赖 并以此损害其本国最佳利益 最后 我们正在对那些损害美国的做法 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 无论这类国家是通过盗窃知识产权 还是强制技术转让 来威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 我们都在努力确保 我们能够保护美国的财产 大家都知道 目前中国是主要的肇事者 这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 前所未有的盗窃水平 周四晚上 我与习主席会面时 已经提醒他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中国的行为者 也在继续进行网络活动 所以他们不仅仅是 通过强迫技术转让 或通过合同方式 窃取知识产权 而是彻头彻尾的偷盗 我们每个人都负有巨大的责任来 努力阻止这种行为 中国也在世界各地投资 我们对此持欢迎态度 但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投资 不附带让中国在我们的市场 或商业中占据优势的条款 他们做美国企业 永远都不会做的事 即利用投资 在竞争对手国家施加 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 美国的外交有义务 对此尽力回应 大家都已经看到特朗普总统 关于关税的一些决定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允许自由贸易的框架 被扭曲 让除美国以外的国家获利 请记住 我们的外交政策 将把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 放在首位 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 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 与七国集团的不对称贸易关系 也需要从根本上予以重新考虑 他们需要降低贸易壁壁 他们需要接受我们的蔬菜 我们的牛肉 我们的水果和我们的机械产品 这些都是非关税壁壁 要实现自由公平贸易 就不应存在这种壁壁 这种公平观念 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原则 正如大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所看到的 特朗普总统非常清楚地表明 我们很乐意 对每一种产品 征收百分之零关税 我们乐意取消所有补贴 我们乐见所有非关税壁壁消失 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的话 我们也会这样做 我坚信这将会促进美国的发展 当谈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时 你也会看到同样的想法 关于分担 国家安全责任总统已经谈了很多 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看到了我们盟友的回应 没有真正的经济外交 特朗普总统上周 在新加坡所做的努力 是不可能实现的 特朗普总统呼吁全世界每个国家 向朝鲜施加压力 使朝鲜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 并非将其核武器系统 视为一种安全保护 而是视为对他们的领导地位 和政权的威胁 这是经济外交的一个成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会在未来几天 和几周内努力去做 但是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 朝鲜人民可以在经济上 取得成功的条件 正如总统所言 朝鲜的光明未来并非 以牺牲任何人为代价 而是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利益 我们拥有 长久的成功历史 大家都已忘记 诸如马歇尔计划之类的努力 我们向欧洲提供了 1100亿美元的援助 这是按照当时的美元计算 我们这样做 是为了在我们的欧洲 合作伙伴需要时 为他们提供帮助 但从那时起 至今已有70年过去了 事实是我们需要 重新评估每一种关系 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数年里 继续与加拿大 进行很好的贸易 继续与欧洲 进行很好的贸易 我们在各地看到 一些人对部分关税 提出了批评 但扪心自问 中国是否会允许美国 以中国对待美国的做法 来对待中国 以他们的铝和钢材行业为例 中国生产钢材和铝的方式 远远超出其国内需求 他们不想关闭这个产业 所以他们将产品出口 将多余的产品卖到美国 其价格是美国公司无法竞争的 这是掠夺性经济学的基本做法 许多其他国家也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特朗普总统正在努力重新调整 这一步平衡贸易 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周里 一直声称开放和全球化 但这是一个笑话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 这是当今世界上 最具掠夺性的一个经济政府 它损害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这是一个久未解决 而又期待解决的问题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和墨西哥方面 总统正在努力工作 我坚信 我们会达成一些交易 一些对墨西哥有利的交易 对加拿大有利的交易 以及对美国工人来说 将是非常美好的交易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 实施以来的24年里 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重新平衡 我们将为美国的汽车行业 和其他行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推动制造业在这里 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发展 显然 这对密歇根州的所有人来说 都事关重大 你们州占 所有汽车生产的23% 我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小组 正在与我们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同行密切协作 希望在未来几周内 我们能够宣布达成一些协议 我对此满怀希望 我认为世界各国都会认为 这些协议将显著改善全球经济 我生性乐观 我的工作也需要我乐观 我知道在座各位也是如此 作为二战时期 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所在地 这个地区一直举步维艰 并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 我们已经看到了新增长 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大城市 都看到了新增长 我们相信 你们信任特朗普政府 我们充满信心 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你们进入市场 并重新实现贸易平衡 那么你们底特律人就会取得成功 让我以此来结束我的演讲 对于美国的每一家小公司来说 都有机会 这个机会 可以是进入一个 你从未去过或从未见过 或闻所未闻的地方 我相信 如果我们国务院做好我们的工作 那么你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们会以一种 对自己 企业和家人有利的方式去做 这真是太棒了 但是 你们需要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 是为周围的人和自己的社区 做到这一点 正是这一点 促使我们每天 都在国务院引领经济团队 让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发挥作用 让美国经济 一如既往的作为 世界各地的灯塔 谢谢 谢谢你们 邀请我来底特律 经济俱乐部演讲 今天能和大家在一起 我的确感到很荣幸 我很乐意回答 我以往都是说我打算回答 我会回答 有关任何事情的问题 几乎是任何事情 所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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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